《水晶男孩》19年前来台隔年解散。江承勋,真的很可惜。 《水晶男孩》江承勋连访。图记者陈明安社,201803.16。 南韩十足偶像男团《水晶男孩》1997年出道,事业如日中天时,却在2000年解散,让不少粉丝错愕,随后2016年透过热门综艺节目《无限挑战世纪合体》,让外界又惊又喜。 其中成员江承勋金,16日受访时透露,在回归一直是他渴望的梦想,对于达成感到相当开心。 除了高智荣,其他五人与日娱乐签约重启团体活动,但这对江承勋来说,喜得是能再见到粉丝,却担忧,上了年纪,体力跟不上了。 水晶男孩2016年透过《无限挑战》在合体,但江承勋透露,其实当年大家在节目找上门前,就有回归的打算,随后透过节目回归歌坛,时机点让他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。 但聊到重启的团体活动,江承勋觉得精神上没有问题,但哭笑,因为很久没跳舞了,加上上了年纪,身体跟不上五步,虽然我心灵是十岁,但力不冲心,很嫩。 最后更叹气地说,这就是现实。 水晶男孩江承勋访问,图记者陈明安设,20101803.16 江承勋外貌其实看不出来已经38岁,问起董灵对现在的他来说是种压力吗? 一开始听到其实非常开心,现在的话,就有一点压力了,他认为自己正随着时间慢慢变老,但却一直听到周遭人说,你的脸怎么都没变。 坦言没听到这句话,压力就会涌上来,但透露自己心思成熟,还是会认清现实,不过他还是很自豪,能有这样令人呈现的皮肤,全是因为父母生得好。 江承勋也想到19年前来台宣传《水晶男孩》第四章专辑时,台湾下注大雨,粉丝仍骑驻机车追助他们跑,金兽访时坦言对当时的大家很抱歉,一直很想说一句,谢谢。 却都苦无机会,他当时也听到工作人员透露遇水则发,心想专辑会大卖,没想到回韩国没多久团体就解散,觉得非常可惜,好在现在K,BOP流行于全球,笑说现在有机会,一定会带注水晶男孩再来台湾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